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特朗普的法律團隊 就已經在多個具有選舉爭議的搖擺州 入稟了當地法院提出法律訴訟 而在昨天 他們更加在賓州最高法院的一場重要官司當中 取得了勝利 有利於特朗普在賓州翻盤 究竟這宗官司是牽涉什麼的呢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昨天賓州最高法院裁定了 州務卿布克雅爾 是無權在大選前兩天 即是在11月1日才發佈一度的行政指令 更改選民提交身份證明的最後限期 由原定的11月9日 延遲了三天 到11月12日 現在法官萊維特就宣判 說班令要求將這堆選票 不要計算在大選的結果裏 其實這位法官當然是相當英明 根本上 這個州務卿 民主黨人所作出的決定就是有問題 他自把自為地簽署一度的行政指令 無非是想使得 有更多不合法的選票 被點算在內 當然現在 法官的決定 就起碼 還回特朗普一個小小的公道 當然還未夠 因為特朗普團隊 在賓州都入稟了很多單的法律訴訟 現在這個只是 小小的勝利 只不過是踏出了第一步 在接下來的審訊和裁決當中 希望公義繼續得到彰顯 我也相信 上帝會保守那些 挺身而出 去捍衛和維護一場 公平公正公開選舉的人 接下來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發表了貼文 他宣佈了一宗消息 這真的是千古其願 特朗普指控 說這個點票軟件 Dominion 他們在美國全國範圍裏 刪走了270萬張的選票 特朗普還引述了資料分析顯示 說單在賓夕法尼亞州 已經有22萬1千張的選票 本身是投給他本人 但是被改成了投給拜登 另外 還有94萬1千張投給他的選票 被刪走了 所以難怪特朗普一直宣稱 有人想蝕國 這些完全是嚴重的選舉舞弊指控 22萬1千 再加94萬1千 這是在說超過115萬張選票 有什麼可能一個這樣的點票系統 是可以凌駕了真正的民意 115萬張選票 是足以令到 選舉結果翻盤是有得的 因為目前 拜登只是在賓州領先特朗普6萬票 所以特朗普的法律團隊 一定就是要將所有的證據提交到法院的事 讓法院作出一個公正的裁決 沒理由 被一個這樣扭曲的選舉結果 都說要接受的 都說要閉上雙眼 當是看不到的 我相信一個普通的市民 看到這種情況都看不過眼 人家這麼多人投了票 你就去做這樣的選舉操弄 另外 特朗普還說 這個Dominion的點票系統 就在其他的州 將43萬5千張投給他的選票 轉移到拜登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都堅持 在具有選舉的州 進行一次人手點票 是絕對有他的必要意義的 因為正正就是 你這些什麼 電腦點票系統 原來是這麼容易來作弊的 這麼容易來出籤的 這些完全就是跟美國 一直以來 所擁抱的民主 以及公義等等的核心價值 是雙違背的 當特朗普發佈了這一則貼文以後 很快 他就已經被多個社交平台 屏蔽了他這一段的說話 紛紛說特朗普說這些 是沒有證沒有句的 這種說法 根本上就是 睜大眼說大話 至少來講 在密歇根州那裡 已經是有官方的職員 都確認得到 是有至少6000張 原本是投給特朗普的選票 是計錯了到拜登身上 這個是已經得到了確認的事實 怎麼會說完全是無根無據呢 至少在密歇根州 的確發生過這種情況 並不是說生安白做的 而且每次出現這些點票錯誤的時候 每次都是投給特朗普的選票 是計錯了在拜登之上 就沒有說倒轉 永遠這個出錯都是單向出錯的 那怎麼來解釋呢 當然密歇根州政府就有辯白 他們就說 在密歇根州出現那次的計錯票 純粹就是人為錯誤 跟那套點票軟件 是完全無關的 而且密歇根州務卿 也是民主黨人 他就在一份聲明當中提及到 說計錯票 是個別的事件 這些藉口是不是向特區政府偷私 個別事件 現在已經在很多個州出現了 很多個州都同時出現了 很多個別事件 是不是要去查一查他呢 當然特朗普的法律團隊 已經在很多個州都入稟了法院 就著這套點票軟件 提出了法律行動 那就要等法院去裁決 當然這個密歇根州務卿說的就是言不由衷 人為錯誤可以 計少了特朗普六千票 轉移到拜登那裏 我想請問 究竟 你這個密歇根州政府 對於造成一個這麼嚴重錯誤的票站工作人員 有沒有進行問責 有沒有進行處分 如果沒有的時候 根本上你們就是默許了這些行為發生 原來算錯六千票都沒事 下次個個都挺而走險 算錯一萬票 算錯兩萬票 怎麼算都行 原來都不需要負責 你至少交個人出來 至少是不是 沒有的 沒有了夏文的 想怎樣 另一樣值得注意的就是 為什麼那群民主黨人 對於這套屢屢出錯的點票系統 是會百般維護的 根據保守派媒體國家脈搏 引述聯邦選舉委員會的數據顯示 開發這套點票系統的公司 他們在2014年到2020年 一共進行了96次的選舉捐款 其中有92次 都是捐給民主黨的候選人 這個或者就解釋得到 為什麼你那套 下點票系統 凡算錯票 都是把特朗普的選票 計算到拜登那裏 是不是 難免會令人有一種 瓜田理下的感覺 因為你這家公司的職工 是有一個非常強烈的 偏頗政治傾向 其實美國的執法當局 也都很應該主動來 去展開一個調查 就是究竟這套這樣的點票系統 在全美50個州當中 有沒有出現一些出籤的情況 而且不僅僅是說總統大選 而是美國參眾兩院的選舉 亦都是要去調查一下 無謂搞到現在 好像美國的民主的核心價值 是遭受到嚴重的蠶食 這個完全是損害了美國的 立國根本 最後就想說 特朗普現在引述的這個數據 他就給這套的點票系統 刪走了他270萬票 如果這個說法是真實 無誤的話 特朗普根本上就已經 贏出了今屆的大選 只不過他就被人出籤 搞祸了 現在當然就要交由法院 來作出裁決 如果這些法律訴訟 一直到12月8日 都還未作出一個終極裁決的時候 我們之前都說過 就是由 那個州的議會 去提名那些選舉人 而這些選舉人 就不需要再看這些巨有爭議的選舉結果 就由他們自行來決定投選哪一個 總統候選人 那我就認為 這一種都不失為一個好的做法 當然按照政治現實的考慮 現在幾個具有選舉爭議的州 那個州議會都是由共和黨控制的 既然如果那個法院都未能夠有一個公義裁決的時候 沒理由那個州不投票 所以 那些選舉人 在目前已知的所有事實底下 作出一個明智的選擇 這個 完全是合乎情理法 所以 拜登陣營 真的不需要過早慶祝 而且在目前這個階段 就已經是展開什麼交接工作 外交工作 到最後 很可能 就是會一場空 而那些本地的評論人 亦都不需要 就說西瓜靠大邊 又說看到 拜登 領先 零買當頭起 喂 做人有些原則 是不是 看看一些客觀的事實 不要說支持哪一個候選人 至少 你也要捍衛一場真正公平的選舉 那麼多選舉舞弊的行為 盲了嗎 是不是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